这只手柄各位看视频比看图片要好看 我用肉眼看到的食物比透过屏幕看视频还要好看 这就是末将的彩虹S有线手柄 它支持电脑游戏和任天堂Switch游戏 而且还带六周陀螺仪的体感 用了一阵子了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首先它这个外壳是全透明的 有科技感而且很干净很漂亮很通透 这个RGB灯带也很漂亮 有点赛博朋克的味道了 我们注意看它这个把手 通过透明的外壳可以看到里面的转自马达 挺有意思的 我很喜欢这只手柄的外观 我希望这种干净透彻的感觉能一直保持下去 这是一只有线手柄 它不支持蓝牙和阿德尔斯基 如今一个没有无线的手柄貌似不太方便 但实际上却很省心 首先它不需要无线配对 也不用考虑续航和充电 因为它没有内置电池 所以说它更轻便 最关键是它是零延迟 手柄自带了一条1米8长度的数据线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数据线 它很轻很柔软 随便弯曲很好拿捏 我认为有线手柄的省心和无线手柄的方便 各有各的优缺点 各为各取所需 这只手柄的使用逻辑属于简单自然型 比如这个后目键 中间带末将的logo 上面它有个灯 这个灯绿色表示PC模式 红灯表示Switch模式 当前是什么模式一目了然 我们在电脑上里面有一个游戏控制器 可以识别出这两种模式的名字 它是不一样的 切换模式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按住Home键 同时按住A键 三秒钟就能切换成Switch模式 这时候手柄会震一下 红灯亮 按住Home键 同时按住B键 长按三秒 手柄会震一下 绿灯亮 这时候是电脑模式 这只手柄的后面 还有一个FNFunction键 也就是功能键 双击两下是切换前面的RGB灯效 多切换几次 就会关闭RGB灯效 下面我们拿末将的彩虹S手柄 和微软的Xbox手柄 做一个对比 这两只手柄的外观尺寸 按键布局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彩虹S手柄 明显轻得多 因为这里边没有电池 手把的背面都有方滑纹里颗粒 彩虹S手柄 后面多了两个背部按键 可以自定义 另外这个ABXY 这几个键的按键感觉和声音 和微软的Xbox手柄很像 但是这个RB的这个键 我感觉有点长 或者说有点高 需要适应 手柄的下方 有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它是支持带麦克风的耳机的 在右摇杆的右下方 还有一个三角键 这是截图快捷键 即便是在Windows 11电脑的系统模式下 也能够截屏 这点很方便 下面和各位分享一下 彩虹S手柄 如何连到Switch玩NS游戏 首先先把手柄用数据线连到Switch的底座上 然后手柄切换成Switch模式 Home键上面那个灯变成红色 然后进入Switch的设置里面 有一个手柄和感应器 在里面找到Pro手柄有线连接 这个选项要打开 这样这只手柄就可以被Switch识别 可以玩NS游戏了 上面说的是底座模式 在电视或者显示器上玩 如果你想在Switch自带的这个屏幕上 和朋友家人同屏玩游戏的话 那就需要提前准备一个USB转接器 USB A口转C口的 因为这只手柄的数据线是USB A口 要把它先转成C口 再插到Switch上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有一根C2C的数据线也可以 墨将彩虹S这只手柄 它这个六轴陀勒一的体感 我感觉主要是为Switch游戏准备的 因为很多Switch游戏原生是支持体感的 用体感来瞄准 瞄准很舒服很自然 但是大部分的电脑游戏 是不支持体感瞄准的 不过这只手柄它有一个模拟体感功能 可以把手柄的右摇杆瞄准改成体感瞄准 不过需要搭配手柄的APP来使用 而且只有部分游戏才支持 想体验的同学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另外这只手柄还支持连发 A B X Y这四个键 还有上面四个尖键都可以设置连发 设置连发之后 手柄上有两个小灯会闪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取消连发 像这些操作可以直接在手柄上完成 手柄一共有四个小灯珠 其中第二颗和第三颗表示的是连发 这只手柄的振动大小也是可以调节的 可以直接在手柄上设置 我们先按住手柄背部的FN键 然后再按手柄前面的方向键左和右 按一下右是增加振动效果 一共四个档 前面三个是轻中重三个档 最后一个是关闭振动 手柄接耳机那个音量大小调节是 背部的FN键加上下键 不过调节音量只适用于电脑游戏 另外我们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 它这个摇杆采用的是零死区的算法 调教得很丝滑 中心死区可以通过APP调节参数 如果你平时喜欢玩电脑游戏 Switch游戏也玩的比较多 可以考虑一下这只墨匠的彩虹S手柄 它的特点就是酷炫带有科技感的外观 以及六轴陀螺仪 可以很好的适应Switch游戏 另外这条数据线我觉得可以忽略 因为它很轻很柔软 对这只手柄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到墨匠的官方旗舰店 报我的名字可以领取30元优惠券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